那剛剛永宏對月宜旗隊果真是非常的熟 熟得很熟 但是我們必須要做平衡報導 這邊有另外一個網友 他就說也有另外一夥人 說他朋友也是這個北一女的旗隊的 那他們說高宏安的確就是旗隊的 因為旗隊成立的比較晚 可能大家不是那麼樣的熟 那他有提到說 他好像參加旗隊之後有退隊 所以呢有人講說是幽靈旗隊的成員 可能也OK 但是另外的朋友又說好像沒有退隊 那沒關係啦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不是真的在乎 他是不是這個願意旗隊 那在乎的是很多人會去質疑 這人說話他會碰巧他會灌醉 那是不是很多事情 大家都會打上問號 才會充滿的這些好奇心嘛 來 晃哥有一個部分 剛剛永恆幫我們爬梳 這個書裡面的一些內容 有一段我覺得是之厲害啊 他說郭董呢 其實會回家啊 生氣起來也是會拍桌的 他說他的力道跟聲音大到 我會忍不住問老闆啊 你的手都不聽嗎 那他總是說習慣了啦 拍了四十年 那個桌子不知道有沒有凹陷 我不曉得拍了四十年啦 然後呢 他說神奇的是啊 郭台銘生氣時候 偶爾會碰上醫療小組幫他來量血壓 哦 生氣成這樣 可是血壓竟然不會升高 我覺得這是醫學上的奇蹟 我覺得應該好好研究一下 郭台銘的生理構造 可能跟我們一般人不太一樣 就是說 他可能 我不曉得這個 因為我不是醫學專業 我也不是醫學博士 所以我沒辦法解釋這種生理現象 但是我覺得高宏安 這本書表面上看起來像在吹捧 郭台銘 但其實他後面 其實你如果仔細 雖然我也沒有看完這一本書啦 因為說實在我不想讓他賺這個版稅 那看很多網友在導讀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但大致上去整理這些網友導讀的內容 我歸納出一個重點 高宏安這本書是藉著吹捧郭台銘 其實是在吹捧自己 他是在拉抬自己 你看他寫那麼多郭台銘的小故事 包含這所謂蹦蹦蹦 最近大家很引述 萌萌的笑 然後永鴻講說拍照的時候 後面出來一個大叔 然後講說看到郭台銘拍桌子 其實他想傳達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我跟郭台銘很親近 我跟郭台銘很親近 不要想 why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沒有任何影射 但是他只想 就是非常倚重的意思 對 他想表達 就是說我在老闆心目中 我是老闆身邊非常close的人 應該這樣講 所以其實高宏安這本書裡面 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其實有點懷疑 因為講到血壓的部分 我們常常這個宇嫂老師講話 都是比較用力的 然後我就在懷疑說 宇嫂老師講到面紅耳赤 我們是沒有辦法現場做那個什麼量血壓 但是剛剛晃哥不是講說 這應該是一個奇蹟 要研究一下生理構造 收起重頭了 可是血壓又不會升高 這個寫的就會讓你覺得說 整個文章的內容 大家都會覺得匪夷所思 這個人怎麼這麼特別 剛才講到移對騎對的事情 我不再害周永宏了啦 因為我跟他老婆也很熟啦 這時候就會意思 不知道多少命啦 但是關鍵在哪裡 沒有人會去驗證什麼事情 高中的騎對跟移對 我高中是校刊社社長 但是呢 有沒有人要去來比對這件事情 我大學是演變社社長 每個人在學生時代都有自己啊 非常豐富的 或是年少輕狂的 或是呢 以以為傲的 但是我們長大了 除非是遇到過去同領域的朋友 比如說呢 天理委員 以前也是變論社的 所以我們有共同的話題 那一年你猜猜什麼比賽 最多是這樣子 但我們不會拿來說嘴啊 大家看到是你現在的表現 那年輕的那一段呢 畢竟已經成為過去 也是一段美好的記憶嘛 但是呢 剛才貴亞所講的 有人幫他說話 有人說他不是 那好奇怪哦 這種事情不是變成羅山門嗎 所以現在討論的價值在哪裡 因為呢 公安基本完全認同 晃哥所說的啦 你說郭台銘多厲害 我為什麼要鋪上去 其實就是我嘴所說的 我是郭台銘心中呢 最軟的那塊肉 我是郭台銘呢 什麼不可替代的內圈 交友基本上有分內外嘛 有晶瑩層 我是他什麼 我不僅他是他的特助 郭董說的意志跟生活是所需 我都跟他在一起啊 高鴻要表達的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呢 現在好像不斷的被戳破了 郭董在高鴻安筆下的英勇事蹟啊 我們昨天有聊 像是在場區裡面 他會挑故意去露靈 讓車撞 他要試看看說 他們的無人車 到底會不會停下來 那幸好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然後呢 他會用他的手指頭 去測試產品的良率 可是呢 手指頭上面先寫直流 那當然大家也會蠻好奇的 這本書到底還寫了什麼 其他的故事 來 晃哥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是郭台銘 或是說我現在是郭董的夫人的話 我看到這本書應該會蠻不是滋味的 因為我覺得他除了凸顯這個高鴻安跟郭台銘的關係親近之外 另外把郭台銘寫的好像是一個世人不明的大老出 因為沒有人蠢到會用手指頭去測電子產品的良率 第二 也沒有人蠢到會拿自己去測試 無人車會不會自動煞車 這個前兩年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某歐洲大車廠 當時他是全世界很早推出自動煞車的 那個車廠的一個高階主管 為了向世人展示說 你放心我們真的會自動煞車 他真的站在車子前面 結果你知道下場什麼 他被車子撞到 還好沒有發生 沒有太嚴重 不是很嚴重 但是有被撞到 有被撞到 因為一般都會用假人測試 不會用真人去測試 沒有人那麼蠢 所以我也不覺得郭台銘會這麼蠢 是高鴻安把他寫成這麼蠢 那我也不曉得郭總現在做何感想 那這本書裡面還有一些 有些小故事 其實以前我們陸續聽過 這個面試郭台銘這本書這一段 他講到說 郭台銘跟他分享 聽到一個管理故事 就有一天高階主管 到了公司 發現他的底下一個中階主管請假了 隔天中階主管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工作壓力太大 所以我得了胃潰瘍 然後高階主管向他說 找一個底下的主管 把胃潰瘍傳染給他 你的就好了 這當然是一個超級冷笑話 因為胃潰瘍是不會傳染的 那高鴻安醫師就說 這是玩笑話 但是這句話我以前聽過 他說一如郭台銘會問部署 說小便變黃了沒 這是一個人的生理現象 就是說當你攝取水分很少的時候 你自然會比較少去排便 排尿 那你的排尿就會變得很黃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故事我以前聽過 意思是說在鴻海集團上班 有時候郭董在男生上廁所 因為都在旁邊 他就會看看說 你尿尿沒有變黃了 工作不夠多 當然我也不相信 郭台銘是如此 沒有人性的老闆 因為說實在尿尿變黃 對身體是不好的 這個大家注意身體健康 好 另外一個小故事呢 就是這一個 就剛剛桂牙講的 就是拍桌子嘛 就是血壓不會升高 我覺得搞不好 我如果是高防 我會寫說 郭台銘拍桌子 不只血壓沒有升高 而且血壓還降低 要照神就照得徹底一點嘛 你覺得這合理嗎 郭台銘生氣的時候 偶爾碰上醫療小組 幫他量血壓 請問郭台銘生氣的時候 總裁之怒 醫療小組 這時候政府部長也說 總裁我幫你量一下血壓 你覺得不會被踹出去嗎 所以這個照神照得太離譜了 好 然後這一段 再跟大家這個 會議全場 百分之八九十的時間 都是郭台銘在發言 要是你無法接他拋出的球 他便開始自問自答 這個如果懂公司 經營管理的人 這是一個失敗的管理案例 我找公司底下主管 我每個月花這麼多錢 請高薪請你們這些主管 結果都是我老闆在講話 那我請你們來幹嘛 如同貴雅坐在這邊 我一定是讓來賓講好講滿 你如果說我們等一下 開始都不講話 都讓貴雅講到節目結束 你覺得我們明天還會有通告嗎 就我要你這個來賓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叫馬屁拍到馬腿上了 然後他說郭台銘的推薦序 他說我的第一個感想是 他的文筆這麼流暢 動人超乎我的想像 其實你要知道 出這本書的時間點 其實大家不要用這個現在的時空 或是很早前時空 因為這本書出書的時間 正好就是在郭台銘那時候參加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結束之後 但是是在總統大選前 所以那個時候郭台銘呢 因為我們還看 我們可以看一個影片 就是郭台銘當時還去參加高宏安的新書發表會 還鄭重的去幫幫他推薦等等 我覺得其實郭台銘當時是抱著一個與人為善的心情 因為畢竟他剛經歷過初選 而且當時我們不會員 郭台銘心裡可能還想著說 我還有下一次 我可能還想東山再起 所以呢 他當時是抱著一個與人為善的心情 想說好吧 既然高宏安出書 那其實我們也參加過 其他朋友的新書發表會 對不對 我們去參加別人新書發表 譬如說今天雨韶開了個新書發表會 我總會去吐討說 雨韶你這個書 我跟你講這個寫錯了 我跟你講 大概只有柯文哲會幹這種事 我們基本上去參加別人的新書發表會 一定是與人為善 幫他講講好話 一定是稱讚他 這本書很好看 通常都是這樣 我又不是來踢館的 對不對 所以可是呢 這種場面化 客套化 我們出過社會 有社會歷練 大概都知道 什麼時候是講真的 什麼時候是講場面化 什麼時候是客套化 但是高宏安 我覺得他不曉得是聰明過度 還是說出入叢林的小白兔 他完全分不清楚 到底郭台銘這句話 是真的稱讚他 還是只是場面化 但是我覺得總結這本書 買這本書 大概創下 台灣出版史上的奇蹟 因為過去我們一般會去買書 比如說桂雅 你今天出了一本書 我會去買 第一個 我很欣賞許桂雅 第二個 你的書寫得很好 我想收到一些經驗 但是去買高宏安這本書的人 我敢說90%都是為了要吐槽他的